台股昨天拉尾盘 今天继续上攻 量能也冲上了900多亿元 那么接下来的盘势又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连线巨洋投顾的郭哲荣分析师来告诉大家 分析师台股在维持了两个交易日的低量之后 今天有回温的现象 以往你会建议投资人 不要从量高或是量低来看后市的好坏 不过这段时间量能有点高又有点低 一下高一下低的 你怎么解读 那么接下来的盘势要怎么观察 主播各位投资本大家好 那其实就量能而已 如果真的要说量能来看高或低 像之前其实郑民中主委有稍微担心一下 说这个量 上跪的量稍微过热 会不会稍微居安思维 我觉得他讲的话是对的 不过我就用一个更确定的数字来看 如果说其实投资本很希望 我用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 我认为初步来看的话 如果初步阶段那个过热或不过热 你可以用成交量上跪加上市 高达当天的成交 高达2000亿以上 我觉得你会可以来观察 会不会台股初步的一个过热 不过如果今年是一个9500点 甚至9800点 甚至万点以上的行情 其实2000亿或是2500亿 那个都是正常的 一定要跟投资本报告 只是初步来看的话 你可以用上跪加上市 2000亿以上来作为参考 因为这个是我从过去的历史经验 来作为一个商量对参考 这投资本注意观察 那当然很重要 我们今天的日子也很重要 因为明天就是一个台子结算 那台子结算 明天有没有机会 过这一波的一个高点 87点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就选择选的一个 这个目标区来看的话 其实选择选的位平常位置区 在8800点 而不是8700 也不是8750 是8800点 是一个最大 一个买权位平常位置区 所以就连一个做多的 一般投资本有做多的散户 或者是法人 他可能都认为 真正的压力是来到 8800以上 而不是这边短波段 那个8787 不过我认为 如果这边8787 能在这几天突破的话 我觉得台股接下来的目标 就是看9000点以上 那就整个大盘而言 投资本我希望各位投资本 其实在做股票的时候 大盘或大盘 我看大盘 你一定要希望有想象力 我记得其实在五年前的时候 其实在一个亚洲金融 应该说那个 一个金融风暴的时候 全球那个金融风暴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最高点 台股那一年最高点 是2008年 是5月20号 也是马总统上任第一天 那时候其实很多投资本 都喊万点 甚至两万点 不过其实那个时候 反而造成一个相对来说 金融海啸 所以有时候 当行情大家越乐观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要小心注银 不过我如果投资本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你是马总统 如果你执政已经六年多了 快六年了 或是要快这两年多的一个时间 你会希望您台股 台股在你任内最高点 也是您上任第一天吗 我相信不会 所以也有很多人说法 说最近政府 或者是说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是撑住这个盘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毕竟 如果您本身是总统 或是说 其实您本身是马总统 我相信您也不希望 你任内的最高点 就是你上任第一天 所以其实做股票 要有想象力 今年台股 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 台股跟韩国股市 以前相关系数高达97% 可是你看得出来 台股现在的位阶 跟韩国股市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接下来的行情 后事可惜 那明天的一个台子结算 在外资 多当还是约有 9000口以上的 一个行情之下 我觉得明天的结算 还是有机会 再次拉高结算 值得投资本网注意观察 谢谢